Bring the man, yes! 哈囉,我是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首先要接到這個萊德任務 他會給我這個... 炫賞的目標 一共有四個還五個 四個 反正就是... 他提供什麼就把他幹掉就對了 來,我要他了 過來這邊 可以活捉他或是把他幹掉 把他幹掉是最快的 好,吃了吃了吃了 炫賞任務完成 獲得五千塊 我們現在獲得第二個目標 現在在車上 現在就是... 直接把他槍決就可以了 把手舉起來 好,解決了 任務完成 目標被殺死 好,再來是... 這個老兄 把空死 如果活捉到死定的地方 可以獲得更多錢 把他殺死的話是比較快一點的 OK,然後... 都結束之後呢 會給你提示寶箱的位置 哇,超帥氣 石斧啊,是不是 你找到寶藏 那找到呢 還要殺死25個人 算是挑戰吧 有沒有 用石斧達成25次擊殺 25次啊 好,我們就沿路殺 看到就砍 砍 砍 大家上贏了 嘿 不要走 好 好,殺完之後獲得... 挑戰儀完成 登入這個... 激血狂殺2 就可以獲得這把石斧 但是石斧要到這個地方 就是印第安人的墓穴喔 標記這個,原住民的牧場 在這個... 中間喔,我們看到亮亮的石斧 就是這裡 有沒有,連動的石斧啊 就是這樣子獲得了 找地方丟一下 蠻鋒利的啊 再來是這個... 手槍 黃金手槍部分 他也是之前 之前出的任務啊 要找這個黃金手槍 那這個位置也是非常多 也是要... 自己去找這個位置在哪裡喔 你先看到 他一樣是要解這個任務 OK,這個奪寶行動有三個地方喔 除了這個信件是不一樣的 這個... 找形這個線索都是一樣的 一個線索在這個椅子的下方 的鏟子的地方 好,第二個位置是這個洞穴喔 這個位置就看各位方便去拿就好了 好,第三個位置在這個樹這裡 會出現一個寶箱 調查是沒有東西的 好,我們出現那個寶箱的位置 我們就前往這個寶箱的位置好了 那這寶箱位置呢是... 好像也是隨機的 已經出現在沙灘上面啦 直接獲得這把手槍 黃金手槍 裝凍式左人手槍 然後呢 獲得這把黃金手槍之後呢 要爆頭50次了 我們就找NPC下手吧 已經死了很多次了 一直被警察打死 這邊是最好刷那個爆頭的 要跑啦 站住啊 好啦,過關啦 50次爆頭 獲得了 已經可以了耶 我們進去這個避寫狂商任務看一下 那因為這個R星還在維修這個 黃金手槍部分 照理說是 登入遊戲的第一章就可以在 箱子裡面獲得這個黃金手槍 但大部分人都還沒有拿到啊 那我現在有找到一個地方是可以拿到 裝凍式 手槍但是不是金色 但金色的話可以另外再改啦 先去 地圖上這個地方喔 這個房子裡面有四個人 把三個人幹掉 什麼? 你知圖啊 對不對 在那邊打牌幹嘛的 然後從這個地方進去 有沒有 你給他開下去了 欸,我不是要打他 打另外三個 打開 啊,剩下他一個人了 把手舉起來 我還裝子彈 把手舉起來 把手舉起來 好吧 離開這裡 不要再回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床下面有個盒子喔 這裡就是雙凍式左人手槍 顏色不是金色的啊 金色可以在商店改一下 我覺得之後R星維修完之後應該就會送給大家真正的黃金手槍了吧 OK,這次的彩蛋就到這邊 喜歡幫我按個讚 好不好 這裡麻布袋裡面還有錢的樣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